起来 起来 你干吗呀 快点起来 大晚上都不让老子睡觉 起来干吗呀 我们困在这谷里 都不知道多少些时日了 与其这样干等着 还不如自己想办法逃出去 能少都说了 除了等谷开没有别的办法 赶紧跟我一起来施法 小酒 小酒 盟少说过了 便是天上最具慧根的先石 想钻进缝隙 也要足足练上三千年 你那点法术 你那点法术 就别白费力气了 就别白费力气了 不行 我还得再试试 九哥你怎么 怎么 你误会误会 打扰了 你 你 什么情况 吓死我吓死我了 还好跑得快 小酒 小酒啊 你还在原地 我都跟你说了没用了 这都半夜了 咱们洗洗睡吧 明早不是还约了盟少吗 这这 我睡了啊 好 睡吧睡吧 好 崇林 何时冬至 便帝君 半年以后便是冬至 有天罡照护着他 半年之内 应该不会有危险 帝君 您说的他是 你下去吧 是 这位客官 你来看一下吧 这里还有一些 小炎庄室 我还以为你会担心 我们出不了城呢 看你这样子好像一点都不担心 有酒有肉 还有老子这个英俊的壮士陪你 有什么好担心的 按道理来说像你这种狂浪不羁的人 怎么会就这样乖乖束手就擎了呢 我以为你宁愿待在水牢里 也不愿看着书卷在这边受罪 没想到你发了一阵呆之后 就乖乖地顺从路女性的安排 莫非你对那个白衣女子 我觉得很是想不通啊 天底下穿白衣的女子那么多 小炎庄室 你给我解灰样呗 说来道去 我知道你这么焦虑 是因为冰块脸没来救你 当然 我以前得罪过敌军 我也不指望他两三日就能来救我 我这不是要给他一个 平复他内心情绪的孤渡期吗 他那么记仇 等他来救你 你啊 只要帝君能够在一个月之内来救我 他把我丢到府羽山 然后还让我在这儿受罪的事情 我也就大度担待喽 话虽如此 他也得进得来呀 帝君法术那么高强 任何地方只要是他愿意 他就一定能够去 好 哎 蒙少 来来来来 快喝一杯 来来来 过来过来 我到处找人 没想到你们竟在这里 九哥 你怎么光拿着不吃啊 还在惦记着出谷之事 是 那天我想用顺仪术看看能不能出城 却没想到顺仪术突然失灵了 所以就 忘了跟你们说了 这梵阴谷仅王城内能使用法术 一旦踏出王城哪怕只有半步 法术便施展不出 哦 原来如此啊 那天真是对我得罪 小九 九哥 敬蒙上一杯 好 喝酒便喝酒 干嘛那么啰嗦干 啊 凤九姐姐 凤九姐姐 阿黎来救你啦 阿黎 不枉费姐姐平时对你那么好 走吧 凤九姐姐 阿黎在任你 藤云术施展不出来呀 可你不是有风火轮吗 不行 阿黎的小龙会被压坏的 凤九姐姐 要不你先在这里等等 凤九姐姐 我去找人来救你 阿黎 小阿黎 阿黎 阿黎 这兵器锻造的学问 可谓是高深玄妙 拿诸剑来说 就有诸多法子 选择何种法子 小燕 小燕 喂 你说这夫子他对兵器锻造一无所知 居然还在这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简直就是大言不惭 九哥 你有何疑问呢 夫子是这样的 我想问 倘若我想要锻造一把短刀 它可以变成长剑 还可以变成弓弩 必要的时候还能发射暗器 那像这样的一个设计 我该如何去制造机关呢 断刀铸剑 是要靠天资和修为的 寻常女子最好还是多读读书卷 夫子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夫子 其实呢 我已经设计出一张图纸了 还请夫子指点一二 你大可不必荒废时光 做这些无用之事 既然你无事可做 那就回去 抄五遍 五书未论 去去浮躁之期 夫子 你该不会是解答不了吧 你